大家早晨 我站在台山市港海鎮月明村周邊這幾條村的景色拍攝 這條不是村路,這條好像是遠道333 月明村牌坊前面有一條小溪 我本來以為這裏這麼多村民居住的溪水很適合,很清晰 月明村牌坊旁邊這裏有一個長方形的水塘 不小心我還以為這個是游泳池 它和其他村的風水塘也很特別 不知道是不是有個水閘 水很漂亮 月明村前面這條遠道 也見到很多村民的運動健身器材 順著這個水塘邊也見到很多的麻石桌和麻石燈 一棵棵的古蓉就在水塘邊 這裏有一個月明球場 這個是燈光球場 有雅遮頂的 這裏又叫做月明大會堂 明德堂月南室 正式這裏的管轄 名稱是港海鎮城北村委會 即是城北村委會下面有七條八條村 其中就是月明村 月明村是其中的一條 現在我拍過來城北村委會 對面這裏就是月明村的舊村茅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是月明村的 即是上面還是月明村的 是呀 哇這條月明村很大 不是那個牌坊那麼小 所以它那麼多 我現在在這條遠道走了 我看了六七百米 原來月明村是很大的 我開始在牌坊一看下去 以為是很小條村 左手邊這裏全部都是屬月明村的 包括剛剛那個城北村委會 這裏是月明村的老宅 小巷看進來 足足有百幾兩百米長 兩邊全部都是生滿野草青菜 雜草重生的 舊時候的 青磚老宅 這些青磚老宅 座座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前頭這兩座 看它的鐵門是改裝過的 還有那些窗 鋁合金窗 這樣就有人住了 那我再往後走 哇整條巷都長了那些野虎 野草出來的 特別上面 哇那些仙人掌 都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長到 橫七樹伯這樣就在屋頂那裏 這個仙人掌花是可以煲湯的 廣東人叫做霸王花又叫做七星花 但我見到兩邊沒有人住 屋都塌了 全部屋頂都長了那些仙人掌 七星花 這裏是月明村的舊村 嘩我聽到裏面有人說話聲的 有一種 很恐怖很奇特的感覺 因為裏面有人說話的 有些可能還有人住的 好 越往後走就不行了 走不了 這些荒廢了那些村 舊屋的內隆就是這樣 傳統的廣東 民居的佈局 最特別是屋頂都長了那些仙人掌 你不走不知一走才知道原來是月明村 我猜在港海鎮都是屬於一條大村 一路走到進來這裡還是叫月明村 原來這裏有一個叫三帝廟 已經是攤塔了 偽房進不去的 這個三帝廟是古蹟來的 叫做帝珍君廟 你從它這個這麼蒼老的建築物 已經長了一棵榕樹出來 那些樹根都潛滿了整個古廟建築 但是我走近一點看看 這一條古廟的麻石柱都斷了 它就沒有什麼工藝的裝飾 很簡潔的 舊時候山牆上面的壁畫 全部都掉色 或者是風化了 看不到的 這座古廟原來應該是棉寬三間 內盡不知兩盡的 這樹根長得多有型 三帝珍君廟 我看看 棉開三間 內裡兩盡的一個古廟 大家出入平安 身體健康 對 對 這裡 這是什麼 我是廣州的 過來拍一下月明村的景色 對 對 是月明 對 月明日明 哦 這邊是日明 哦 這邊是日明村 以這個廟分界 月明日明 對 他姓王 他姓劉 我這邊姓王 黃 黃是草頭黃的黃 是的 哦 麻煩你阿毛 不用 不用 你一說很清楚 麻煩你 這邊姓劉 這邊姓劉 這邊姓王 這邊是日明村 這邊是月明村 這邊是月明村 那些村名很好聽 日月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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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健康 阿毛 身體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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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這麼早 是啊 麻煩你 我和阿毛聊了兩句 原來這邊就日明村 我在台山下面這麼多鄉鎮 拍過鄉村 月明村這個曬屏 真是夠大 沒有哪條村的曬屏 有這麼大的 從牌坊 一路走進來 經過大曬屏 這裡有一棵鳳凰木 這棵鳳凰木 如果開起花上來 鮮紅色 很漂亮 這棵估計都是鎮川神木 因為這棵鳳凰木 我看它的樹幹 估計都過百年 在入牌坊 左手邊是新窄比較多 右手邊 以前的老窄 一座座荒廢了 很多 屋脊上有一條駁古脊 這條駁古脊 由於沒有維護保養 都破破爛爛 沒有顏色 這些新窄都是村民建的 兩層左右的小洋樓 因為這裡 出租率不會很高 一般沒有什麼人來這裡租屋 所以村民都不會建到四、五層高 它跟珠江三角洲 鄰近廣州 佛山、順德那些 村民建的 洋樓不同 台山這裡 畢竟都是 經濟比較落後 所以村民從實用角度來說 都是建兩層高 但是都很漂亮 這些新窄氣道 外巡貼了瓷磚 前面一個小小的庭院 我轉過來這邊 我看到後面 阿牧早晨 早晨 過來拍一拍月明村的風景 月明村一個爛屋的風景 這麼漂亮 這些屋這麼漂亮 不是爛屋 有些爛屋是以前的 百多年前 是 以前六層之間 掛這些人都建出來 是 這一座 很特別 這一座 在老宅的基礎上 重新再翻身改建 保留原來老宅的風格 在青磚牆和屋頂之間 它就貼了瓷磚 就不是說壁畫 因為現在的手工藝人 基本上都失傳的 那些壁畫手工 阿嬸 早晨 早晨 這裡的環境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又涼爽 你們做這些是漁網還是什麼 養蠔 養蠔 就是說人家被漁民打魚的時候 拉網 是 養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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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養蠔 養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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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你們休閒一下手工 electronics don't want to bring their back 反正過一下日子是這樣 這些是黃豆 黑豆 熊蠔 這是黑豆 熊蠔 黑豆的 我看你们这里种很多黑豆 谢谢阿嬸 村民一早在劳动 我再往前走就是另一条村 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牌坊叫东南里 一路走 我猜楼市中村聚居的就比较多 这一座 这一座石米外场批档的老宅 建了很多年 这些款式我看都有三四十年的扭令 因为它的外场批档都是石米 但是很骨子 很漂亮 前面有一个庭院 种了青虫树 这一条村道 一直出去就是那条圆道 每一户村民 矮矮地两层 前面也有一个小庭院 镜头前面这座 这个门牌还是写着月明川二百三十八号 我现在走到这里继续是月明川 我在村里面 兜了一圈 就走出来这条远道 隔条远道对面应该就是另一条村 今天我在台山港海镇月明川的拍摄就到这里 非常多谢大家的收睇和支持 希望大家继续订阅 关注陈道友专业地接的频道 拜拜